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些超跑好 当第一台这个就够呛了 台湾GT 台湾好像两台 台湾两台 台湾有两台 先讲讲价钱 其实他们有一个行情 就是自己喊 号称三千八百万 三千多万要 三千多万一定要 因为它其实有度很高 而且就是 你这台车比较特别是 就算你今天很有钱 还并见得买不到 并见得买不到 它卖你还要看你的身份 还要看你的身份 我们经常在看 就是说 是不是之前在前车主 对不对 然后就看你具不具体代表性 还有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如果太低 它不卖 后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大蛮牛 大小蛮牛 大蛮牛吧 好 再小蛮牛 小蛮牛包还有敞篷的蛮牛 好 敞篷的蛮牛 其实后面这台我最喜欢的 你最爱的这一台 伏特GT 复科版 好棒 这个是奥斯科马丁 好 DB8 D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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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后面的 GT2 GT2 好 这些车子看了的确让人家 他们这个没有来竞赛一下 没有 他就是走行一下 不过在直线应该要转出来拉高一点 其实反正蛮期待大蛮牛后面的尾翼 能够是张开来的 他说车子引擎温度要够的话 它那个尾翼会张开来 从后面看起来更高 结果有没有 结果那些没有张开 绕的圈是比较不够 但是不过就过这样 就光这样绕一圈的话 的确让大家绕着有些分量 同时当天也提供大家能够竞争去看一下 我们经常讲周伯雄会甩位 我不知道这种车他舍不舍得甩 这个车他当然舍得甩 问题是这一车大部分他都已经卖掉 他已经比是车主了 再第二个就是这台车 你不要讲没撞到 光他的轮胎就很贵 轮胎就非常贵 所以基本上这种车他不会拿来甩 其实你要注意到Cara GT 其实他在过关的时候 他会小事让他划胎一下 小事也让他划胎一下 其实我们有准备相关的话题 3800万的车子划一个胎 如果车主在旁边看 会不会胆灾心急 应该还车主跟他找朋友 不过基本上这台车 真的是非常非常壮观 应该讲壮观的事情 其实你把法力430放在旁边 可能会觉得没什么 有这台车的出现 大概就是全场的效果 他比较骨口下去全场也爽 骨口有坐在旁边 静态的时候 静态的时候坐在旁边 我们看他这个过关 看他这个Cara GT的过关 来 加个数吧 这叫小滑胎吗 对 不过他这种车 因为毕竟他是中至后续 他甩尾其实不太好甩 OK 好 相当不简单 当然其实班主任 教父当然也是要稍微 跟大家呈现不一样的画面 好了 我们刚刚看完 这个超跑的一个走行秀之外 我们马上要回过来了 回过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一下 既然这次焦点都在骨口的身上 我们讲到骨口 日本人家左驾右驾 这个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对 那他在甩我们这个场地的时候 他是不是还是会有那一 稍微一点那种不细腻感觉 应该还好 因为毕竟你赛场上 只有车左驾右驾之分 其实场地 他没有分什么左驾右驾 所以说是不是一旬的 这个日本的开车的惯例 他是不是照日本的方式 再甩回来 我们俩来看一看 实际上他是会有 你看他的烟城 就真的是没话讲 对 他的一个烟城 真的台湾没有一个车手 可以坐到这样 而且其实观众给你仔细看 他是甩全场 他只要逢弯必甩 像这个有没有 他都已经在刹车 他不刹车进去的速度会太快 不过你看他的烟城 还是实际不断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S弯 随便大家可以看 没跑过农场可以可以看一下 这S弯 S弯再来就是两个摩子型的弯 这两个弯的速度可以 如果以防车再来做这个刹车 然后接着出来 这个就到厕所后面的实线 厕所后面的实线 对 屁的后面那个 对 实线 然后再来就是厕所弯 这就是手肘弯 手肘弯再来就是厕所弯 厕所弯就是 我说三个部分就这边 这边是水泥铺的 好 这边是水泥铺的 白白一般是水泥铺的 其实全世界赛事场 大概只有台湾是水泥铺的 那水泥会不会对于 它这个甩尾会造成比较滑吗 会更滑 会更滑 因为一碰到下雨 根本没办法甩 会比较滑 然后接着这个是一桶 这是一桶弯 叫一桶弯 对 一桶弯 然后再来就是大直线 大直线这个时候 你看它几乎全场甩 那谷口的车内呢 谷口车内的话 你看它的车头 永远对着弯底面 这个是甩尾的基本要求 这个其实就是 要掌握到的一个要求 它那天一整天换了几次纹摊 你那没有算过 没有算的 你看它转回来了 你现在逆走的事 对 它逆走的事 反正也没差 全场就踏一转 这样它比较习惯 逆转它应该比较习惯了 他们在国外 他们是有方向性吗 没有没有没有 有没有方向性 其实它的逆走 我倒好喜欢想看 我们的八强逆走的走起来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好 精彩的画面随时等着大家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还有精彩的画面 更精彩的等着大家